油麵豆芽又像蒜頭豆油 就是豆菜米傳統的食法 在台南新年地區 是不少人自小時候吃到大小的好煮味 不過說到台南米食的時候 豆菜米常常流口去 對所有市民主委會總在這次流口的釋購 辦理豆菜米大約翁的比賽 就出來提醒新年豆菜米的特別度 我們每個比賽的人就是這次比賽 目的簡單要參加新年區有名的豆菜米 這是我們的比賽 第二 參加的人我們送豆菜米半斤 還有一個民前路的水煎包 參加的人有 你來加油的有大概是 我們這次的目的就是 目的要參加新年區的豆菜米 叫水煎包 這回大約翁的比賽 只要吃一碗就參加中 在時間來吃最多的人 從第一名到第五名 有五百塊到一千五百塊 不定的總品來收賞 第一名是一千五塊 因為我們議員的規定 不可以發獎金總品 總品 你吃一遍 吃一遍又有參加蔥 禮物還有豆菜米 包給你 你如果在頂上 還有一千五塊的總品 第二名請你 第三名是一千 第四名是八百 第五名是五百 第四名是八百 第五名是五百